那么接下来呢是竖状拓扑结构 竖状拓扑结构呢 其实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将多个新型的拓扑结构呢 连接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竖状的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它是也是很容易扩展的 另外呢对于故障的隔离也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呢 它这些客户端的机器 实际上最终最终最终 都是要根据这个根这个网络进行传输 所以呢他们的各个节点 对于这个根的依赖性都比较大 如果根发生了故障 那整个这块的网络全都要瘫痪了 那么接下来呢是网型的拓扑结构 网型的托扑结构 大家通过这个图形中可以直观的看出来 它是呢让每台计算机之间 彼此还可以进行通讯 每台计算机之间都可以通讯 所以呢对于这种情况下 它的这个网络在传输的过程中呢 可靠性就比较高 因为每两台机器之间都可以进行通讯 但是呢它在布局的时候 误网的时候 它的网络关系就特别的复杂 建网的时候也比较困难 也不容易扩充 因为它要保证的是 这台机器和网络中其他每一台机器 都要发生网络连接 那么扩充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麻烦 还有一种呢就是混合型的托扑结构 那么大家会看到 这个混合型的这个托扑结构呢 和刚才咱们看到的那种托扑结构 这块呢是典型的是一个星型托扑 然后这块呢是一个竖型托扑 这块呢是一个网型托扑 那么整个来看的话 其实又是一个大的一个星型托扑 一个混合托扑呢 就是将所有的这些网络托扑结构呢 都集中在了一起 那么它的优点呢 就是故障诊断起来 还有某一处网络要是出现问题 我想把它进行隔离 也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要是想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扩充某一台机器 加进来让它加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网络中 也是非常容易扩展的 安装也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它有它的特点 就是网络在建设的时候呢 可能成本要略微高一点 好 那么最后呢 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个跟网络相关的一个致死点 叫做IP地址 那么IP地址 这个IP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实际上是internet protocol的英文缩写 internet呢就是互联网的意思 protocol是协议的意思 所以呢 它要直观的翻译过来呢 应该叫做互联网协议 那么IP地址呢 是指互联网协议的地址 那么IP地址是IP协议提供的一种统一的地址格式 它为咱们网上的每一个 每一台机器呢 都分配一个逻辑地址 以此来屏蔽物理地址的差异 那么IP地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它实际上是一个32位的一个二进制数字 也就说白了 它是32个01组成的一个数字 但是呢 为了咱们方便去记忆呢 咱们是把这32个数字分成了四组 那么每八个是一组 或者说每八位二进数字是一组 而八位呢 正好就是一个字节 咱们之前呢 咱们随后呢 也会给大家再次给讲到 那么位和字节 它们的一些概念 咱们之前在说二进制的时候呢 上节课也跟大家强调了这一点 那么八位呢 正好就是一个字节 所以说呢 咱们的一个IP地址呢 其实就是四位 那么IP地址呢 实际上通常用点分十进制数表示 因为如果要是用32位的这种 二进制数字来表示的话 记忆起来实在是太麻烦了 说一大堆也说不清楚 所以呢 咱们把分成的每八个 二进制数字呢 都转换成十进制数字 那么它的表示方法呢 就是A点B点C点D 那么ABCD是什么 ABCD呢 实际上是四个数字 四个十进制的数字 它们是最小呢 是零 最大是255 那么比如说 像127.0.0.1 实际上这个IP地址呢 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IP地址 咱们随后呢 再讲解到服务器端 我可能就要通过咱们本地机器呢 会模拟一台服务器 那么咱们就要去模拟出来这么一个IP地址 另外呢 咱们接下来再学 接下来再学咱们的 比如说后期咱们不是有要学HTML 要学一些前端的一些技术 那么就要用到了这个127.0.1 等会呢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那么127.0.1呢 实际上如果要是把它算成32位二进制数字的话 那0那自然就是8个0了 那么点0.0 那中间那一定就是8个0 8个0 也就是16个0 那么最后一个呢 是1 也就是7个0加上一个1 127呢 咱们上节课也跟大家说了 咱们如果要是不会实进制转二进制的话 咱们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网上有很多的进制转换的这么一个工具 那么127呢 可以转换成是7个1 那么因为要凑够8位 所以呢在前面补0 它就是0 以及7个1 那么这32位数字呢 实际上就是127.0.1 这么一个IP地址 那么IP地址呢 它有一个编指方案 或者说是这个地址的一个方案 这个地址方案呢 将IP地址呢 划分为五大类 ABCDE 在这块呢 不太好理解 大家只需要记住这些基本的概念 因为IP地址 咱们随后在每天上课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需要把我的机器呢 共享给大家 咱们都要使用屏幕共享软件 而屏幕共享软件 最基本的就是我要告诉我的IP地址 你们去连接到我的机器上 那么咱们现在先记住一些 IP地址呢 它是分为ABCDE五大类 其实呢 咱们能够用到的只有ABC这三种 这ABC呢 这三种呢 是基本类 对于第一 它是 这个国际上是把它预留出来 将来用于它用的 现在呢 咱们现在平时呢 都不用 那么另外IP地址呢 它分为第四代和第六代 两种IP地址 那么第四代呢 就是IPv4 还有IPv6 它就是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Version呢 是第几代的意思 就是国际协议版本4 那么IPv6呢 就是国际协议版本6 等会呢 咱们可以去获取一下 咱们本地机器的IP地址 你就能够看到 IPv4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地址呢 就是IPv4地址 还有一种IPv6地址呢 看起来就比较的复杂了 那么刚才咱们也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IP地址呢 分为了ABCDE五大类 那咱们接下来就分别跟大家来讲讲 这五大类地址 第一类呢 就是A类地址 那么A类地址呢 实际上这个国际上是保留给政府机构来使用的 那么A类地址呢 它的第一个字节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IP地址它是分为32位 而每一位呢 每一位 由那个 每一个 分成了32位呢 分成了四组 每一组呢 是八位 那么八位呢 正好等于一个字节 所以呢 我这块说 第一个字节为网络地址呢 实际上就指的咱们的IP地址的第一部分 那么对于这个A类呢 就是第一部分呢 它指它是网络地址 而其他的三部分呢 为主机地址 大家先记住这个就行了 也就是后面三个数字呢 后面三组数字呢 是主机地址 那么它的最大的 这个IP地址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它的第一个字节 它的第一个字节的第一位 永远都是为0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像这种呢 它就属于A类的IP地址 因为它的第一个字节 也就是前八个数字的第一个数字 是0 只要是第一个数字是0呢 实际上这就是A类地址 那么A类地址呢 它的这个 IP地址的这个范围呢 是在1000到1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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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 那么实际上呢 在这个里头呢 还要给大家提到 每一类地址呢 都有一类叫做私有地址和保留地址 那么咱们的A类地址里头也不例外 它有几个私有地址 私有地址呢 就是10开头的 这就是私有地址 那么私有地址呢 它在互联网上 它是不能使用的 而是在局域网中 咱们搭建局域网能够使用 那么它的这个范围呢 就是第一位呢 就是10 它是100到10255.255.255.255 因为咱们刚才跟大家说了 其实每一位的这个数字 最小是0 最大是255 所以呢 它就是把10这一些呢 给保留下来了 所以有时候呢 咱们再看搭建一个局域网的时候 你一拼 拼到对方的这个IP地址呢 是10开头的 这是因为咱们这个10呢 是A类地址 这个A类地址中呢 10它是专门作为私有地址保留下来了 用于局域网搭建使用的 那么刚才咱们不是还给大家说了一下 127.0.0.1吗 这个127 什么什么什么 后面三位 这都是保留地址 它是专门用来进行服务器测试的 而咱们的127.0.1呢 就是本地搭建服务器的一个IP地址 那么比如说啊 比如说咱们在随后呢 会给大家讲解到这些 各种CSS呀 讲解到各种各样的一些 HTML的一些东西 那么如果我要想运行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表格 这个页面 这个HTML页面 我想运行 大家来看 运行完了以后 它的一个地址 前面永远都是127.0.0.1 那它代表的含义就是 将咱们本地搭建了一个服务器 本地搭建服务器呢 就是127.0.0.1 因为127开头的呢 这是咱们A例地址中 专门保留下来的一个地址 好 那咱们接下来呢 看一下B类地址 那么B类地址呢 实际上就是分配给公司用的 那么B类地址呢 它是第一个字节和第二个字节 代表的是网络 其余那两个地址 也就第三个字节和第四个字节呢 代表的是主机地址 和刚才不同了 上面这种A类地址呢 是后三个字节代表的是主机地址 而咱们的B类地址呢 是后两个字节代表的是主机地址 那么它的这个IP地址最大的一个特点是 它的第一个字节的前两位固定是10 那么只要它的这个32位前两位数字呢 是10 那么一看呢 这就是B类地址 那么B类地址呢 是128000到191.255.0.0 这个范围之内的 那么B类地址里头也有私有地址 也有保留地址 它的这个私有地址呢 就是17216一直到17231 这都是属于私有地址 那么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 实际上呢 未必咱们现在都能够要记住 也没有那个必要 那么还有呢 就是169.254 这也都是咱们的保留地址 以后呢 咱们可能会发觉 咱们的局域网里头呢 也会发觉有169.254 这么一个IP地址 实际上 这也是保留下来的一个地址 另外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191.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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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呢 是不能分配使用的一个地址 接下来呢 再来看一下C类地址 C类地址呢 就是分配给任何所需要的这种个人的 所以大家记住 A类地址是给政府的 B类地址给公司的 C类地址呢 是可以给个人使用的 那么C类地址和上面两种呢 又不太一样 C类地址呢 它不是说分为四部分的 32位字节分为 32位分成了四个字节吗 那么C类地址呢 是前三个字节代表的是网络地址 只有最后一个字节为主机地址 所以大家来看 这是后三个是主机地址 这是后两个是主机地址 这是最后一个为主机地址 那么它的这个IP地址 32位的这个IP地址最大的一个特点是 在第一个字节中 它的前三位固定是110 你看一个是0 一个是10 一个是110 那么C类网络地址 它的这个范围呢 就是192000到23.255.255.0 那么它里头也有一些保留出来的一些私有地址 它这个私有地址呢 是192.168 那么大家记住我现在标红的这几个IP地址 第一个呢 就是咱们的127.0.0.1 这是咱们的一个保留地址 A类保留地址 第二个呢 就是169.254 这是咱们B类中的保留地址 我把它标红 第三类呢 就是192.168 这是咱们C类中的一个私有地址 像这些地址呢 有可能咱们都会用到 好 那么接下来大家再来看还有D类地址 E类地址 这类地址呢 都是咱们预留出来的 就是国际上预留出来的 所以呢 咱们不必要去关心它 另外呢 还有咱们以后在搭建网络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有一个东西叫做紫网研码 紫网研码呢 是用来指明一个IP地址 它的哪些位是主机 以及哪些位是主机的位研码 实际上刚才咱们不说了吗 第一种A类地址啊 A类地址 它的后三个字节代表的是主机 所以呢 它的这个A类地址的这个紫网研码呢 后三位代表的主机 后三位就是零 而B类地址呢 是后两位代表的是主机地址 那么它的紫网研码呢 就是后两个是零 前面两个呢 都是255 那么C类地址呢 它只有第四个字节代表的是主机地址 所以呢 它的这个紫网研码中 只有最后一位它是零 前面三个呢 都是255 所以大家记住 咱们有时候呢 在搭建网络的时候呢 如果你当前是C类IP地址 那么咱们的紫网研码 就直接写255.255.255.0 就可以了 如果你配的是B类的IP地址 那么前两个呢 是255 后两个呢 是零 如果你配的是一个 A类的一个IP地址 那么只有第一位是255 后三位呢 就是零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 IPConfig这么一个命令 还有一个Ping这么一个命令 那么IPConfig呢 实际上就是咱们自己去查找 当前你的计算机的 IP地址的这么一个方法 它可以查找到咱们 本地机器的你的IP地址啊 紫网研码啊 网关啊 物理溜镜啊 甚至是Mac地址 DNS等等等等详细的信息 那么Ping呢 实际上就不是Ping你自己了 而是Ping 你在这个局域网中 你是否可以跟别的机器进行通讯 你们两台机器之间 如果要是能够互相通过Ping 能够Ping通的话 说明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网络是通畅的 那么IPConfig呢 它在正常的情况下 它是去点击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 就是点击开始 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运行 在这个运行里头呢 输入CMD CMD呢 就是Command的这个命令 然后呢 出现了以后 出现了一个控制台的黑窗口 在这个控制台的黑窗口中 输入IPConfig就可以了 或者咱们加上斜杠2 能够给咱们显示的内容就更多一些 那么因为我现在呢 是Mac操作系统 那接下来呢 我回到咱们的这个 模拟的Windows操作系统这个界面 接下来呢 我来用一下IPConfig 好 接下来大家来看 我在这里头呢 输入CMD 咱们呢 就触发了 咱们的这个命令行的黑窗口 也就是控制台的黑窗口 那么输入IPConfig 好 接下来大家能够看到 咱们的一些信息 以太网适配器的一些信息 也就是以太网适配器呢 其实就是咱们计算机里头的那个网卡 那么能够看到咱们的IP4的地址呢 是12192.168.84.128 那么刚才咱们跟大家说了 这个192.168 是咱们C类IP地址中的一个保留地址 那么既然是C类 那么它的紫网研码 它只有最后一位代表的是主机 所以呢 它的紫网研码 前三个都是255 那么它的默认网关呢 是192.168.84.2 大家就能看到这些信息 那么也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 IPv6这个地址 IPv6这个地址呢 就显得有点复杂了 好 那么刚才咱们也说了 还可以通过IPConfig 然后加上一个R 大家就能够看到更多的信息 好 咱们一块来看一下 它可以看到咱们的主机名 反而能够看到IP路由的功能 DNS 以及咱们的以太网适配器中 更多的一些信息 好 那接下来呢 跟大家再说一下PIN PIN呢 是测试网络连接状况 以及信息包的发送 和接收状况的一个工具 那么它在使用的时候呢 它可以去用来判断 两台机器之间 网络是否通畅 是否有数据包的发送 那么咱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就去PIN 后面加上一个IP值 也可以加上一个-T 那么-T呢 就是不间断测试 咱们就使用-T 比如说我想现在来判断一下 我跟某一台机器是否联通 另外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 另外如果要是想中止 可以按Ctrl加C 那么现在 我现在想PIN一下 比如说 我现在想知道我跟192.168.0.0.1吧 好 我现在想跟这台机器我是否联通 那么事实上呢 我自己的IP值是192.168.84.254 那么我现在是独立的一台机器 那我肯定找不到192.168.0.1这台机器 那么现在呢 我来进行 按了回车了 那么它就开始尝试的去连接 那么它就会PIN192.0这台机器 那么最后发现 请求超时也没有连接 它就不断的去进行访问 不断的进行访问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呢 想终止它现在执行操作呢 就可以按Ctrl加上C键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会给咱们有一个反馈 说数据包我发送了四个 但是接收到了零个 丢失了零个 百分之百全都丢失 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 我根本就在这个网络中 找不到192.168.0.1这台机器 那么如果我们要是能够在局域网中 有一台机器 你确保它跟它网络 网络都是连通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给咱们进行统计的数据呢 可能就是 比如说我发送了四个包 已接收四个包 丢失零个包 百分之百全都没有丢失 或者说百分之零丢失 那么就说明 两台机器之间的网络 是完全通畅的 好 那么咱们最后呢 跟大家再总结一下 本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普及了一下 计算机网络的一些基本知识 因为我们并不是专门学习网络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头呢 有一些知识 可能我们还不是特别的理解 有一些话也不是特别的理解 那么我们只需要记住 我在这个笔记中 标红的这些文字 那么你对这些概念性的东西 先记下来 等咱们接下来 在学习的过程中 可能会说一些专有名词 你对这些名词 经常听 经常听呢 不要感觉到陌生就可以了 那么至于 像网络的搭建 因为咱们的这个局域网 每次 当咱们要进到班级的时候 都要保证咱们的局域网要通畅 一旦局域网出现了什么问题 希望大家自己去解决解决 好 那么今天 咱们这节课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 那么下节课呢 咱们会给大家要进行讲解 那个计算机的基本的操作中的 那个执法练习 下节课比较轻松 好 那么谢谢大家的收看